人生考验和层次提升 老师,您也遇到过考验吗? 如果有,您记得的最难的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非常惭愧,我还真无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我最大的困惑倒是可以告诉你 那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径 您是已经看到人生的全貌了,对吗? 为什么想要不一样呢? 不满意或是不想被限制? 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就能清晰地看到与感受到 未来在我自己身上将会发生的事情 这导致我心理预期和事前准备工作都很充分 比如高考的试卷在高三的梦里已经做过两遍了 哪里会出什么错 因此得了多少分,一清二楚 当真实考卷到手时是一字不差 这样的事情从初中到考研都在发生着 生活里的所有大小变迁也都很早能预见到 也在梦中探索过不同可能性的解决路径 所以当真实经历时,很难有真实的考验可言 老师,您这是作弊呀 年轻时是感觉很爽 之后只剩下困惑 一部电视剧即使你再欣赏,会看几遍呢 当所有的内容都剧透过后,追剧的热忱还高嘛 我一直在找寻为什么要开启这个作弊而又重复的人生历程 我用了很多年寻找答案,直到年前才知道了答案 答案是什么?老师,您的身份是菩萨,对吗? 我之前的意识认知卡顿在五维时空上 怎么也无法想明白为什么要一遍遍地重来 去年能进入六维时空 才看到原来不是一次次的重复 而是小节点上的多元选择与显化 让我经历了数次片段性的重复 老师,刚才看您这段话,能量共振很强烈 这里涉及到对时间认知的逐步演进 早年以为时间是单向的 可重复性令我迷茫 我怎么能知道没有发生的事情呢? 当时能想到的只有一个答案 它发生过了 那发生过怎么可能? 预知的前提是洞见到已然成就的 未被经历的事实 那怎么能预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 一切都是注定的吗? 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吗? 当我知道时空如环 确定了都已经发生过 还不止一次 更大的问题出现了 重复的意义在哪里? 现在我的时空观念认识到 时空犹如摇曳的水草 自有其主感 但随处都是随机的 如果在冥想中 直接感受时间线上发生的所有事件 是不是会更容易通过考试? 如果你知道了 明天你爱的人出门会发生意外 你明天早上会如何做呢? 意外 医院 照顾 离别 其因只是接口的一个巧合 因缘聚会而生 你会设法预先干预 在家挽留家人 拖延开那个时间段出门 会试着再往后推时间线来看 还是会先努力 不过也会做好准备 这就是欲色直三年合合 懂了吗? 欲是得失心 色是以为有 直是有所为 那么答案应该是 无所为顺直 对吗? 答案你要自己找 去品与物 我给你的点 能想通透 是你的造化 能理解多少 是你的次第 思考的过程 是你的修行 老师 我想到了 我所有感受到的 或者看到的 即将发生的未来 不是未来 是正在发生 已经发生 和即将发生的 是同时的 不可以改的 就好比已经拍好的电影 所有的情节 已经在那里 我们如果有了能力 能看到 只能是回放 或者是提前看结局 但是你改变不了任何事 所有的事件 都同时发生在时间线上 我们无法改变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提高我的维度 去影响时间线上的 参与事件的人的意识 试着唤醒他们 帮助他们 能提高他们自己的维度 从而得到升华 对了七成 我们可以改变与干预 只是其代价是显著的 比如会有什么样的代价 你所即将经历的 所谓后续人生片段 都依据你自身的能量频率来显化 即你的觉知次第而匹配 我想这个觉悟你应该已经有了 说白了 你当下的意识次第 决定了你将采取的行动 而你的行动造就了你的意识频率 你成为什么层次 你周边的人事物 也就相应地显化出怎样的故事性 明白了 原来老师上次说的 有关层次高了后 周围的人包括家人 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家人 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看到 当你自身是平和的或无我的 不去因为自我得失的我值 而起心动念时 你的境界相对高频 因此你身边的一切人事物 都集权升天 因为它们都和你处于 同一个维度频率显化中 但是一旦你内在信念 心念中 因为什么得失 而动了欲观其微的念头 并付诸干预 那你的主频率就是欲望和恐惧 对应的实相中 你身边的人事物 也都按照这个频率 成像故事显化 结果一念地狱 这里就隐藏着一个魔考 那就是不干预面对得失的事实时 是否还能保持平和与无念 多数人不能 会自责 内疚 羞愧 因为自己有机会干预 而没有干预 这里就触碰了两个最大的陷阱 不干与如果 每个当下的片段 都犹如密码锁一般 由零到九不同的当下组成 对应九个大境界 人生就好比一连串这样的 当下马组合成的故事 而下一个马与上一个马的差距 不会大于一 上图右边文字 形成的平行故事宿命 不同频率宿命中 有不同的故事线 不同的故事线里 其他角色的故事也都不同 但均符合此频率实相的体验水准 当自己进入高频高危后 身边的人物甚至鸡犬 也都是高频高危的存在 角色一样 如果你跳跃频率维度后 你所见的家人 同事 世界 还是很雷同的那些 但内在的灵魂主体 与其人生故事线 已经不同了 符合那个维度的宿命 而每个世界中 都有一个你 等待着你进入到 他的视角里 去感受他后续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